區虎林專案之後 確診人數再度增加 是否證實分租套房 爆發感染事件 加上家戶感染 一共有三戶總計七人確診 根據獨家消息掌握 其中一戶兩名是有確診案 就是從虎林專案當中 公布的兩名陽性確診者 其中一位 車來車廊的中校東路五段 這邊鄰近兩個捷運鎮 永春捷運鎮跟後山坪捷運鎮 不過如今爆發了 豬族加戶感染 讓布景居民相當擔憂 租屋族幾乎都是在 比較捷運比較方便的地方 這個虎林專案的這個租屋族 他大概是在住在 中校東路五段附近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比較大樂區 微福狂烈並不是擴大狂烈 那你不如就公布足跡 讓民眾了解 他們自我去做管理 自我做防護 信義區爆發分租套房染疫事件 三戶確診個案當中 分別是兩人和兩人同住 同樣都是因為外出工作 返回分租套房之後 傳染給室友 另一名個案 則是三人的家戶感染 虎林專案的時候 所篩檢出來的對象 然後才發現他們有一些 在信義區這邊有一些地緣關係 那主要是目前有大概是七人 然後有匡列的三十億位 居家隔離的對象 那其實目前為止 他還不算是非常熱的區 北市府博士分租套房 染疫地點是熱區 至於感染源從何而來 還在清查當中 但根據統計 北市租足共有二十萬人 龐大數量恐怕也成為 加戶感染之外 下一個難以避免的疫情破口 如何擴大篩檢 從當中揪出潛在感染源 相關配套 北市府恐怕得先傷透腦筋 三立宣 劉維廷 馬居國安特別報導 好 郭宜要提醒大家 發現有徵裝 一定要趕快先就醫 台中出現這個新的確診者 六十八歲的計程車 問一講 平常他會到醫院 計程車排班站來載客 他其實不舒服 已經拖了半個月 甚至拖了二十七八天 才來採檢 因此現在要調查他的足跡 光是接觸過的乘客 跟接觸者就有七十三人之多 醫院急診室外頭 原本排滿滿的計程車 現在只剩三台 因為台中市十二號 新增的確診個案 就是一名會在這排班的 小黃司機 確診的計程車司機 是一名六十八歲男性 六月十五號就疑似出現症狀 再過半個月 七月一號開始發燒 到藥局買藥沒有緩解 七月七號再度發燒 到診所看診 症狀仍舊沒解除 十一號總算到醫院 就醫後裁檢確診 他的CT值為二十點六 那感染源目前不明 等待釐清 確診司機雖沒加入大型車隊 但固定會到中山副一 排班站載客 衛生局現在匡列十名接觸者 包含九名司機同行 以及一名同住者 依照車上的十連制 目前先找到 曾搭過車的十二名乘客 但另外還匡列六十三人 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衛生局說這名小黃司機 感染源還不明 可是一住院病況就急轉直下 轉為重症患者 由於拖了整整二十七天 才到醫院採檢確診 現在得持續調閱乘客十連制資料 擴大篩檢範圍 三天新聞陳敏豪 中博君 台中報導